OK 其实不是今天的事情 是大概几天前 然后有一个友林 应该是在豆瓣网上去给我发了一个豆油 说让我去点评一下他的一个照片 然后就给我发了邮件 我看了之后也给他了一些反馈 然后总的来说 这个一个交流还是非常让人觉得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我能够尽我的力去帮助他 然后他也能得到一些收获 也许我觉得整体都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我今天想在这里给大家分享 也是给这位同学分享 当时我在邮件里面也说了 其实不要轻易的让人去给你的摄影的作品去进行评价 那么我们就简单的开始说说为什么 可以说大部分人对摄影都是一无所知的 因为前两天我还看到一些有人给我评论 看我很早之前的作品 莱卡Q等等拍的 他说你这都削头削脚了 怎么能出片呢 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又好气又好笑 难道摄影作品一定要保留头保留脚吗 谁说了这个规则 所以大部分是对这个无知的 所以我觉得你没有必要把你的作品给一些 可能他可能根本就不了解摄影 他可能根本就是可能只是当普通的拍照那样去看待一个摄影的事情去评价你 所以这样其实蛮得不偿失 你会浪费你的时间去心里也有点憋虚或者是跟他去交流 其实这个是有点没有那么必要的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要提升更多的摄影作品的话 我觉得做影集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能够让你的摄影作品能够快速提升 但是如果你在错误的平台去展示 比如说你会在一些网站上面去 你会把自己的照片贴出来 你问问他们我怎么样这个拍的 然后我怎么样才能提升 但大部分人都其实他的回答或者说解释 并不一定能够让你满意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能说不太好 就是不太核算你这件事情 我觉得特别是网络平台现在这种事情去上传 如果没有人给你点赞的话 其实会很失落 会影响你在创作中的一个情绪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创作呢 是当时能做到最好的就可以了 我觉得并不说你一生所有的拍摄作品 那个时候是最好的 因为每个人都会从一个青色的一个地方 慢慢成长到成熟 因为作品这个东西 它其实很多是反映到你对生活的一个态度 它其实不是真正本身的一个参数的东西 所以这个需要时间去沉淀 需要成长在里面 所以在这个时候 如果你去把它分享到社交网络 而且又没人给你点赞的话 你会因此而失落的话 其实就非常影响你去走这个拍摄这个道路 虽然你不一定要去做艺术家 你不一定要去做摄影师 但它其实或多或少还是会影响你的心情 去继续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面呢 我觉得没有必要一定要在某些平台上去展示 当然展示也没有关系 或者说如果你要展示的话 一定要认清楚这件事情 认清楚别人给不给你点赞 给不给你转发 说你厉害不厉害这件事情 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你要相信自己 还有一点就是说 我觉得观察一张照片是需要学习成本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学习 或者说你听了音乐 你看了书 你的人生经历没有到的时候 你其实就是看不明白这张照片 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那么这个可能说的有点悬 我觉得我会在后面很多期的Vlog里面 去给大家分享 为什么我不认可这个是个玄学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可以去推导出来的一个东西 那么说回来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人他去观察照片的时候 他都非常非常草率 他一翻就过 他可能根本不会仔细看 更多的人呢 他可能是会看锐度 看虚化 这些东西就会非常的有些问题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去学习如何去观察 我们自己要去学习如何观察 我们也需要能够怎么说 这些观众他也能够慢慢的成长的 他能够观察 所以如果他都没办法去了解 如何去观赏观察一张照片 或者一个图片的话 他对你的评价 或者他对你的那些指导 其实都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其实我内心一直觉得 艺术是需要学习的 其实艺术跟音乐 跟技巧 跟你开车 跟你比赛 或者说跟你其他很多事情 都是一模一样的 他都是需要学习 需要积累的 他不是一个 我觉得艺术不是你一个 每个人都可以去尝试的东西 虽然说好像我们说 人人都是艺术家 都可以去创造 但是你要慢慢的成长 他真的是需要努力 需要成本 需要去试错 和很多很多东西是一样的 所以很多人他不想经历过这样的过程 他觉得 我一出来 我就是 我觉得我就是艺术家 我就是可以对别人的东西去拼头论足 还有一个点是 其实没有人能够真正的理解你 其实就像我之前给大家分享的一个Vlog一样的 就是 其实街拍 或者说你拍摄东西吧 它其实更多反映的是你自己对人生的一个看法 一个经历 当我看别人的照片的时候 甚至包括别人给我照片让我去评价的时候 有一个习惯我一直是这么去做 就是我要尝试去琢磨去理解这个人是什么一样的性格 他是背后是什么一样的一个样子 也许跟他是不对 但是我必须要脑补这件事情 就好比有些人去给我去评价 他是学生的时候 我会想 一个学生 他拿了相机 他走在街上 他拍的时候 他的心情是什么样子 他的城市是什么样 他城市有什么样的一个风俗 或者说他的家庭是什么样子 他拍的东西是快乐的吗 或者他是不愉快的 所以 我常常去理解这样一个人 理解他内心的观看的一个角度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才能慢慢的去尝试去理解照片里面的意思 或者理解这个人 对一个人理解的越多 就会对他的作品理解更多 很多时候 如果你去看历史上的一些艺术的一些话呀 什么之类的 很多解读都跟这个作者本身的经历 跟大的历史有关系 就是你不会拍的照片是所有人都能够 比如说像我这样的习惯去尝试去理解你 大部分人就像我说 他不懂得去 摄影是什么东西 他不懂去理解你想要拍是什么东西 他甚至连你都不理解 他只是想要嘲讽你 想要嘲笑你而已 所以这种就是 根本没有必要 也没有时间去把这个时间 换到这个事情上面去 我觉得真的要想开这点事情 要放开这个事情 然后呢 就是其实线上的交流 没有线下的交流那么有意思 在线下会更好一点 线上大家都会稍微客气一点 而且线下的话大家会比较熟 可能现在 也许 镜头前的某一个人 某一个你 觉得你想拍的作品 你想发给我看 好看了 我觉得这样不好 我觉得这张 有什么问题 结构问题 那我跟你说了 虽然你表面上可能会说 挺好的 谢谢 那其实你内心你可能会觉得 你干什么 我就是不想听你的东西 你这是东西 瞎说 我觉得拍的很好 我朋友却点赞很多 所以这样就会 并不是说人有恶意什么的 只是说大家沟通是有一些鸿沟的 所以在线下的有个好处就是说 线下的话大家会非常客气 而且真的会非常投入的去交流 这个照片的一个构图和一些东西 还会有些生活上的一些沟通和一些了解 那么大家会更亲近一点 就相反 不会就是有些很负面的情绪在里面 毁坏了 就是毁在这个所谓的某些大师 他的暴脾气里面 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做这样的事情 好 那这大概就是一个今天的vlog分享了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欢迎点赞分享评论 如果你觉得有什么问题 也欢迎在下面去评论 或者给我私信都可以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